外套款 這個是拼折牛仔款式 最特別的是這個手袖的部分是西裝 西裝手袖 通常這種拼折都是拼衛衣 我也有見過 現在這一款拼了西裝 而且它是有里布的 有里布 展示一下風格給大家看 這個是既斯文有型格的款式 它是一個寬鬆的版型 而且你會見到有些白色的效果 就不是骯髒 它是洗水的紋理 令到那個紋突出一點 因為之前我有入過純黑色的牛仔單品 它們的洗水的確沒有那麼明顯 但這一款就做了一點點加強的效果 你都會見到是比較明顯一點的 一些深淺對比 特別在折薄位的位置 就會明顯做了一個 白色 或是淺色 不是白色 淺色一點點 這個是特意做出來的一些效果 因為如果是純黑色的牛仔 是比較難做到洗水的紋路 可以留意這一點 手袖是一個西裝的西裝料 簡直是一個西裝款的手袖 有全尾布 有扭位 扭位是假的 是假的款式 它是比較闊身的款式 因為你看到整個版型都是形格的為主 它的手袖位是這樣的 甲圈也是寬鬆的 這裏還有一個袋子 我沒猜到的 是真的拍照的時候 我才能看到的 這裏竟然有一個袋子 左右都有 這裏真的看到是西裝 以前西裝會有的細節 這裏也有一個袋子 這個袋子和這個袋子不相連 這個袋子是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是這個袋子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袋子的用處 就像我之前有說 蓋上了這個袋子 即是那個袋子的 穿褪位 我們叫穿褪位 蓋上了 令外觀上比較漂亮 所以也是挺有趣的 不過 這是一個相當寬鬆的版型 它那個款式 就是背心的牛仔 牛仔背心款 是一個得薄的設計 就是伸延去到配襯一個 西裝外套的手袋 這個是一個做工很仔細 和比較有款式的單品 對 特別一點 對 因為它是偏型格一點的 我也有配襯西褲 因為它始終都是一個 就是我自己覺得 它可以配到casual 也可以配到絲襪 因為始終它真的兩種元素 都在一起 看看你自己想配什麼 的風格 好像我現在這樣 想配型格一點的西裝 風格為主 配西褲 配對個裝鞋 一個比較型格 個性一點的效果 如果casual一點的 配短裙褲 那個效果都可以配合得到 不過感覺上 暫時 我自己想到 真的配黑色會比較好看 對 因為這個 Style上 如果你 襯黑是有那種 連繫 對 襯黑有那種連繫 在那裡 那你Inna就可以襯了 深灰色 或者其他 啡色 深色一點的都沒有所謂 如果你想型格一點 或者顏色突出一點 襯白色都可以 對 這個內疊就沒有什麼挑剔 不過在下身方面 比較建議襯黑色為主 那個Style感也很強的 這個就是特別一點的款式 那你會見到 除了洗水之外 整件衣服的剪裁造工 都是很仔細的 當然啦 牛仔也不可以 即是敷衍的 你要漂亮的牛仔 Cut一定是造件多的了 對 加上它這個 再做一個 就是淺色一點的洗水造工 對 可以Close up看 因為這個可以取 對 這樣Close up看 就會明顯看到 有些深淺的對比 對 就不是純黑色的牛仔 特別是這些袋 這些位置 都是有些細節 那手袖口 就有 得薄的Cutting 配襯了爛的酥酥效果 就比較型格 配襯了西裝手袖 就是斯文一點 對 比較特別一點的 本色